日元貶迫144元兌換1美元 再創24年新低 今年以來貶值近18% 還在繼續下探 日本物價連4個月上漲 薪資連3個月下跌 民眾強打零攻 增幅是去年兩倍 美國電子煙製造大廠作 多年來向未成年行銷 並導向能幫助戒煙的假象 FDA對作發布禁售令 廠商和30多州達成和解 將賠償4.4億美元 英國新首相特拉斯內閣 包括非裔移民花藤是財政大臣 外交大臣科維利 因肥混血 印度裔女性布瑞弗曼擔崗內政大臣 最新民調顯示 高達6成民眾希望重新大選 1972年慕尼黑奧運恐攻 11名以色列代表團遭巴勒斯坦激進分子殺害 50年後德國才同意賠償並對外道歉 承認當時應對失當 加州持續高溫熱浪 加上野火延燒 洛杉磯等大城市出現熱倒效應 讓加州宮殿吃緊面臨分區停電危機 晚安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頭條要來看的是遠離我們的11號颱風 宣蘭諾 它現在已經轉為了溫帶氣旋 但是它在南韓帶來的重災害 到今天依舊在搶救的過程中 南韓有超過13000栋的房屋全毀 泡水車輛多達6000多輛 慶上北道的浦象市是重災區 因為河水暴漲倒灌民宅 那個地方有公寓的地下停車場 整個被淹沒 現在搶救的過程當中 已經知道7人罹難 但是有兩個人奇蹟似的生還 另外消防隊跟海軍陸戰隊挺進救援 他們用拉網式的搜索 才找到這兩個生還者 這次的救災中心坐鎮指揮的是 南韓總統尹錫悦 他今天下午赶赴慰問受災戶 他即將動用折合新台幣11億 11億2000多萬元的預備金 投入全韓的震災 颱風宣蘭諾過近南韓 慶上北道浦象市災情最為嚴重 大水灌入浦象市南區仁德洞公寓 多名住户6號清晨為了挪車 進入地下停車場 有人在第一時間順利脫困 也有人從此沒了音訊 消防人員和海軍陸戰隊員 挺進被泥水淹沒的地下室 展開拉網式全面搜索 6號晚間找到多名失聯住戶 多數已經罹難 其中有兩人奇蹟生還 受困14個小時 39歲男子緊抓污水館 在富宰城游出停車場獲救 而第二名被救出的51歲女子 則是在排風館上方的夾縫中躲過一截 兩人都已經就醫治療 出不研判 使雨量突破110毫米的大雨 讓當地河水暴漲 進而波及民宅 這一回地下建物又出事 也讓人聯想起上個月 首爾辦地下室一家三口溺斃事故 再次突顯出南韓居住安全難題 青上北道沿海大城慶州市 同樣遭狂風雨淡襲擊 兩天累計雨量達到390毫米 泥水俠帶大量土石沖入村莊 房屋車輛通通被毀 短時間內無法復原 激州島受災戶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激州海女奶奶們回到工作小屋 映入眼鏈的殘破景象 讓眾人腳步更加沉重 賴以為深的大自然無情反撲 越來越難以抵抗 經歷軒來諾風災 全韓農作物損失面積 達到3815公頃 全羅南道離子園 有超過兩成 無法在九月中順利採收 農民好不容易挺過旱勤 又有強臺來襲 也是南韓氣象廳始料未及 南韓氣象廳報告指出 宣濫諾颱颱風從規模發展到移動路徑都相當罕見 以登陸南韓時的威力來看 中性氣壓956百帕 是南韓近20年來威力第三強的颱風 南韓總統尹熙悅連續兩天留守災訪中心 期號在國務會議上承諾會親自處理災後一切重建事宜 还准备动之五百亿韩元预备金投入证灾 在宣兰诺北上之际 北韩也召开了防灾总结会议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主持检讨防灾情况 内韩统一部观察 北韩有别以往 今年高度重视灾害防范 似乎是担忧民生经济再受打击 而宣兰诺过境 北韩目前并没有灾损传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另外一个灾情的持续救灾 是在中国四川6.8强震 救援黄金72小时 现在过去50多个小时 到星期三下午2点的统计 离难74人 失联的还有35人 而且规模4.5的余震不断 连外道路通了继续断 灾区近日可能降雨 土石流风险增加 对于搜救更加艰难 中国各地疫情有多点爆发 现在有74个城市超过3亿人 处在全峰或部分的封城状态 而中国最近批准了全球第一款 口腔吸入式的疫苗 至于能够缓减多少疫情 有待观察 四川甘孜卢定的6.8强震 今天进入第三天 随着通往镇央的道路逐渐被打通 现场灾情也终于能逐一揭露 只见镇央摩西镇的房屋 不是全岛就是半岛 直到7号下午已经确认74人不幸丧生 259人受伤 并有35人失踪 逃过一劫的民众只敢在当局架设救灾帐篷的空旷处活动 然而还有更多住在山区村落的居民在等待救援 我们支队还在合作镇开展房屋隐患排查工作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前往景区的道路出现垮塌 人员还无法转移到墨西镇上来 地震后渔震不断 山区时不时就出现土石流 甚至大面积山崩 导致连外道路通了又断 最大的余震发生在7号凌晨规模达4.5 而且震源深度只有11公里 这让距离镇央只有20公里的四川雅安石面线 王刚平旅游景区 对外道路几乎完全中断 这里原本是一条景区的道路是可以双向通行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受地震的影响的话 整个路是完全看不见了 基本上每隔50米我们就要翻一座像这样的一个小山坡 全是因为受地震影响 从山上滚落下来的一些巨石 在道路阻隔严重情况下 救援队伍只能带着简单器具 徒步甚至徒手劈开道路 搬运伤者并且救援受困民众 我们是从他们边上一个放羊的道 放羊的道上去 我们主要带了那个公兵锹和那个十字稿 还有我们卫星电话 两名伤者我们是制制了两个担架 然后是轮流把它抬出来的 因为上面下来很复杂的地形 都是将近十来个人抬一个人 更多连徒步都无法抵达的山村 只能透过直升机展开救援 避震控波及了七个县市五万多人被紧急 一转安置 其中多数房屋严重损毁的十年线 当局禁止民众返回有倒塌风险的自宅居住 然后我们村上组织了民兵巡逻队 晚上要对精致使用的每家每户要进行巡逻 坚决不让他们返回去 气象预报显示灾区至九号前可能会持续降雨 这不仅提高土石流灾害的风险 也增加救援难度 尽管地震灾情持续扩大 救援的黄金七十二小时液金进入倒数阶段 但灾区的防疫清零政策仍然严格执行 在安置点旁边我们还设置了两个常规 常态化的一个核酸检测点 那么每天这里的群众和工作人员 都会在那个地方进行核酸检测 严格执行防疫规定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当前的疫情在多点重燃 总计八月底至今 包含四川成都在内 已经有至少74座城市超过三亿人 处在风控状态 各地进出车辆与人员管制严格 你已经超过48小时了 而下月将举行中共二十大 确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延任的北京 连日来更因为大量学生返校开学 爆出校内群聚疫情 一名病例献住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其他的13名病例献住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 为了避免这波主要由返校学生所引起的疫情持续扩大 当局加强车站防疫措施 此外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4号公告 旗下研发的全球第一款口腔吸入式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已经获批准作为加强针纳入紧急使用 这让中国与印度成为当前全球唯二批准吸入式疫苗的国家 在打针之后增加无痛的疫苗接种方式 对疫情防控或许能再添一份助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一起来关心全球政坛里面最受瞩目的英国新首相特拉斯 周二上任之后就职当天宣布内阁人选 政治权力最高的三名阁员通通不是白人男性 他展现了他的内阁要在种族跟性别上充分多元化 但是民调显示有四成的英国人对新首相有负面观感 超过六成的人甚至希望年底举行大选换掉这位新首相 英国新首相特拉斯周二上任 不过新旧首相交接的路途有点遥远 前首相强森结束了告别演说后 与特拉斯分别搭上不同班机 前往1100英里外的苏格兰与女王会面 强森先抵达向女王递出辞城 一个小时之后女王接见特拉斯并任命她为首相 仪式结束 特拉斯立刻飞回伦敦与夫婿一起进入唐宁街 稍后发表就职演说 特拉斯在上任的当天就公布了内阁人选 政治权力最高的三名阁员皆非白人男性 这也展现了新政府在种族和性别上的多元化 非裔的瓦腾担任财政大臣 内政大臣由印度裔的布瑞佛曼担任 英国与非洲狮子山混血的科维利 接任特拉斯担任外交大臣 新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缓减通膨对民生的灾难性冲击 平易翻倍涨的能源价格 过去六个星期英镑兑美元贬至37年新低 这些烫手山芋都等着特拉斯来解决 英国央行预测通膨会在年底达到13%的高峰后 才会趋缓 但现在早已有人撑不下去 贝卡必须兼五份工作才能抚养九岁的女儿 她每天过着斤斤计较的生活 如果多用了瓦斯和电器就要减少购买食物 根据保守党引子内阁透露 特拉斯将下令冻结能源价格为期18个月 这项政策的支出金额高达2000亿美金 政府将以提供能源企业借贷担保来指引 特拉斯显然不太受民众的欢迎 民调显示超过四成的民众对特拉斯有负面观感 特拉斯是由保守党党员所选出 欠缺广泛的民意基础 超过六成的民众希望特拉斯在年底前就举行大选 经由普选选出新领导人 特拉斯的外交政策也备受瞩目 他对中国态度强硬 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 因为失言得罪了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还与俄罗斯外长交恶 特拉斯会延续强森的外交策略 持续力挺乌克兰 美国总统拜登也致电攻克特拉斯 同时确认美英的盟友关系不变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关注今天的欧战新闻则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七个月了 莫斯科传出要向北韩购买弹药 连同之前向伊朗买无人机 西方判断乌战已经消耗了俄罗斯大量军火 而美国国防部宣布 周三例行测试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通知了俄罗斯 国际远南总署公布了 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评估报告 说设施已经有损伤 双方应该停止攻击 在周遭要划定飞京市区 否则可怕的灾难即将会发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196天 乌克兰军方低调的在乌东和乌南 哈尔松阵线进行大反攻 但对进度三肩齐口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仅透露 周二再击落俄军五枚巡弋飞弹 大部分是在南方 不过反攻是场漫长作战 三名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外国士兵 也加入乌军在哈尔松地区的侦察部队 美国和其他北约国提供的武器 证明有用但不具决定性 美国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已经开始与北韩接触 寻求购买弹药 白宫透露 俄罗斯准备向冷战时期 谋友北韩购买数百万发炮弹和火箭 但双方尚未成交 北韩武器也还没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不过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否认这个说法 俄罗斯总统普清六号 更在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陪同下 现身远东滨海边疆区的射击场 视察包括中国和印度都派兵参加的 东方2022联合军演 就是要强调中俄扩大防卫关系 下周普京也传出将在乌兹别克 会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军演也展现 即便在乌克兰进行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莫斯科仍有足够的军队和装备 举行大规模演习 同一时间 俄国国防部长则指控乌克兰 在过去24小时 对杂波罗热核电厂周边 发动15次炮击 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 周二公布这座欧洲最大核电厂的评估报告 没有指责哪一方 但表示除非停止攻击 否则就有灾难的风险 IAEA报告列出受损的厂区 包括存放核燃料和核废料的设施 以及警报系统所在建筑 核电厂也多次被切断冷却系统重要的外部电源 联合国秘书长在安理会呼吁俄乌双方 在核电厂周遭划定非军事区域 IAEA视察团表示在核电厂发现俄国部队核装备 包括停在机组走道的军用车辆 但莫斯科否认拿核电厂当盾牌 坚称是首位电厂 IAEA也警告 乌克兰工作人员在俄军占领的核电厂工作 持续承受高压 特别是在人手有限下 恐导致人为疏实增加 代表团也留下两名专家 继续监控核电厂安全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知道 在50年前 德国慕尼黑奥运那场恐怖攻击吗 就在半个世纪前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闯进了当时的奥运选手村 他挟持了9个以色列运动员 而那时候的西德警方 在关键的营救过程当中频频出包 导致人质全部被炸死 德国政府和家属之间的赔偿金额 最近才达成协议 德国要提供2800万欧元 折合新台币8亿5700万的赔偿金 而德国总统在半世纪之后 对外道歉 并且强调 赔偿现在才谈妥 相当可耻 谋面歹徒走出阳台 众目睽睽下 他让外界知道 四年一度的国际运动盛事 彻底变了调 1972年9月5号 清晨4点多 8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黑色9月成员 闯入慕尼黑奥运选手村 以色列代表队的房间 慕尼黑奥运维安松散 不是没有原因 官方当时将活动气氛 定调为Happy Game 强调一切都要轻松祥和 因为在德国史上 先前唯一的奥运 是1936年 由希特勒政权主办 又被外界称为纳粹奥运 政府一心想扭转国际形象 却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 选手村一阵混乱 第一时间 以色列代表队的教练 和一名选手被打死 恐怖分子挟持9名运动员 作为人职 要求以色列释放200多名 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尽管当时的慕尼黑市长 和几位官员 喊出自愿当人职 作为交换 却遭到拒绝 当晚10点30分 国际奥委会代表 和恐怖分子 谈判成功 让他们搭机离开 并支付庞大赎金 没想到希特警方 缺乏反恐经验 现场聚集手职 安排了5个人 而且没装备夜视镜 假扮成机组人员的便衣 也在最后一刻 全数落跑 恐怖分子上机后 察觉不对劲 展开攻击 一枚手榴弹 引爆人职搭乘的直升机 9名运动员 全数罹难 希特警方完全没管制媒体报道 导致所有行动细节 都同步瘫在阳光下 让恐怖分子发现事有蹊跷 第一时间遇害的 以色列极舰教练 安德瑞史碧哲 遗孀至今 气愤难平 现年76岁的安琪史碧哲 丧夫的伤痛已久 让他最难过的是 德国政府对家属的赔偿要求 始终不点头 他本来打算抵制 50周年纪念仪式 以示抗议 赔偿问题闹得飞飞扬扬 德国政府本周 终于和家属达成协议 将提供2800万欧元 约合台币8亿5700万的赔偿金 以色列总统也在慕尼黑奥运 恐攻50周年之际造访德国 在纪念仪式上献花 在后方人群中 可以看见恐攻罹难者一双 安琪史碧哲的身影 50年的伤痛与愤怒 在这一刻 家属和德国政府的纠葛 画下休止符 而在慕尼黑事件后 50年内的每一届奥运 主办单位都不允许悲剧重演 无论哪个国家主办 都愿意砸数百万美金 在维安上 扩增安检范围 加强检测细节 在美国911事件后 奥运维安更是务求 滴水不漏 走过半世纪 对于慕尼黑奥运恐攻 当局选择对外道歉 请求原谅 但这么多年才谈拢赔偿金 德国政府的国际形象 仍蒙上一层阴影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看一下 是撼动美国的赔偿案 我们都知道电子烟 第一个刻板印象就是 它是一般止烟的取代品 所以可以帮助戒烟 事实上这也是电子烟商 最有力的宣传行销 但是就在三年前 美国爆发了电子烟肺病 有数千个电子烟的瘾菌子 燃上了肺病 而这也叫做神秘肺病 这50多个人 严重肺部发炎 破损死亡 这使得美国司法跟公卫部门 联想到电子烟 有可能是致命元凶 当时很多州 学区 还有家长 个人都对市占最大的 美国猪电子烟商提告 说广告不实 标示的尼古丁含量 比实际上低太多了 使得没有到 西纸烟年龄的青少年 甚至儿童 都成为他们强力行销的对象 如今部分诉讼达成 和解金 4.4亿美金 并且严格限缩 不准再对18岁以下的消费者 做任何的电子烟行销活动 遭美国34个州与地区 上百学区与个人控告 电子烟厂商JUEL 现在要付出巨额和解金 4亿3850万美元 JUEL曾是美国史上 最快达到 估值百亿的新创公司 如今不但赔掉 去年美国市场 销售额的四分之一 接下来行销也困难重重 就连公共场合与社交网站上的广告 网红业配等都遭禁止 其实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在今年六月就曾下令 全面禁售与下架JUEL产品 JUEL提出上诉 禁售令遭暂缓执行 该公司一向以帮助戒烟 为行销主轴之一 但产品的各种读物学数据 并不支持这口号 不仅公司烟油槽内 含有油毒化学物质 市售一颗JUEL电子烟霞 尼古丁含量就等同20只一般止烟 许多从没碰过止烟的孩子 就因电子烟开始接触尼古丁 全美更有超过25%的18岁以下学生 已经使用电子烟 JUEL推出像是水果焦糖等口味的烟油 把电子烟包装得无害又时尚 简直像糖果 青少年们来一口电子烟的心理动机 是寻找同侪认同 追求时髦流行 小学低年级学生也能接触到 更糟的是吸电子烟丢了命 这让全美许多学区和家长火大提告 2019年10月 美国共49个州通报数千例 与电子烟有关的神秘肺损伤疾病 后来被美国疾控中心 正式命名为Avelli 54人因严重肺部发炎 与破损症状丧命 百分之五十六的美国青少年 在开始吸电子烟之前 其实没抽过烟 所以号称帮助戒烟的电子烟 其实根本靠着制造年幼小烟枪 而发大财 孩子一旦吸电子烟上瘾 要戒断比成人更困难 两年缠送后 电子烟商JUAL面临巨大损失 不过在2019年 电子烟肺病爆发时 JUAL执行长立刻辞职下台 之后接受采访更语出惊人 短短几年间JUAL电子烟品牌 从新创毒角兽到身价大跌 打着帮人戒烟的名号横扫市场 其实却让更多年轻人染上烟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的focus停留在美国境内 美国今年可以说是饱受天灾人祸 而现在极端气候 竟然让大家印象里面 这个富裕的国家 还有富裕的加州 很多地方没电没水 首先是美国东北部 因为超过5000万人 遭到洪水冲击 因此用水大有困难 而加州的热浪发威 6号迈入了第7天 成为今年最久的热浪 整个加州的电力拉紧报 加州很多地区开始人流停电 让有医疗需求的人 高龄的人面临生死威胁 另外加州又有新的野火 开始烧起来 已经有两人丧命 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水电双缺的困难 癌症第四期的患者 躺在床上满头大汗 一旁的看护 只能焦急的用纸巾频频擦拭 因为这里自上周四下午 就开始停电 让居民热到快撑不下去 南加州这座社区内 有不少住户都是需要医疗照顾的年长者 实在经不起失去电力的风险 你会没有这个电力拉紧承证明 住户的妻子就必须长年待在床上 她向朋友借到一台发电机 但也只能勉强让风扇和氧气机维持运转 而在屋内接近中午时的高温 是逼近华氏90度 电力公司表示 端电是老旧系统烧坏所引发 正在尽力抢救 但无法提供复电的确切时间点 让住户直言无法接受 加州极端高温肆虐 让电网压力只增不减 北部部分地区也出现断电情况 有民众干脆搭起帐篷睡在庭院 只不过这波持续一星期的热浪 还不打算降温 预计延烧到这周五 现在志工加派人手巡视低收入区 为无家者免费发放冰凉饮用水 高温也把许多人逼入购物中心 避难乘凉 好善用免费的冷气资源 在这同时加州还有野火正在燃烧 最新一场发生在河滨郡的大火 已经蔓延2000英亩 造成两死一伤 而在美国东北部眼下 有超过5000万人面临洪水威胁 罗德岛降下的豪大雨 造成房屋屋顶塌陷 道路变成滚滚河流 印第安纳州则是发生 水位暴涨的速度太快 一名富人受困来不及抢救的惨剧 另一头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森 因进水场淹水引发的自来水危机 终于稍稍缓解 水压已经恢复正常流量 但由于滚水警报尚未解除 代表自来水依旧不能直接饮用 让不少店家都正在考虑搬迁 这间餐厅老板表示 自7月底开始 每个月光是花费在购买瓶装水 更换过滤水系统 和租借泵浦的额外支出 就高达1万美元 而且客户还不断流失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这间补习班 40年来走过大大小小的风雨 但煮开水却让经营面临前所未见的挑战 热浪 野火 洪水 全美人笼罩在极端气候的噩梦下 TVB新闻总和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狂扁不歇的日元 对于日本内外带来的冲击 现在汇率跌破了144日元兑换1美元 是24年来日元价位的最低 日元从去年底开始 到目前已经跌掉了20% 换算金额是28日元 金融专家认为汇率还会在探底 那么日本物价因此更高涨 薪资又衰退 所以民众一份工作 没有办法养家糊口 拼命的打零工 有一个媒合网表示 今年登陆要打零工的人数 是去年的两倍 其中40%是已经有正值的企业员工 9月7号 日本新一波边境松绑 每日入境人数增至5万 观光客不必再受导游紧迫盯人 最方便的莫顾于打满三剂疫苗 且提出有效接种证明 就能直接通关 考量到国际脚步 与国内经济活动 日本政府内服外用 双管齐下 除边境对策 一再放宽 内部防疫也持续宽松 疗养期间 全部再缩短 有症状者 从原本的隔离10天 变7天 无症状则由7天 改为5天 好让确诊者早日出关 避免社会运作功能减速 大伙都乐见防疫限制和缓 可以冲一波经济 然而满腔热血 却不停被泼冷水 7号日元兑美元 汇率再出现24年新低 来到144比1 这已经不是日本政府 第一次口头干预 但对平衡汇率显然无效 日元越薄 日本国民库腰就越紧 原本亲民平价的家庭餐厅 8月底9月初 陆续调涨价格 想吃饱得花更多钱 大家都在想办法开源节流 还有余力的 带着一家大小找专业资商师 想想怎么分配家庭开销 钱包已经被限时榨干的 则是化身时间管理大师 正值之余 到处打零工 今年物价飞涨几乎人人有感 日本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炉 比去年同期高2.4% 连续11个月扬升 而当劳工们苦恼薪水动涨之际 老板也笑不出来 因为非常的不止消费者物价指数 企业物价指数也飙得凶 企业物价指数指的是企业之间 交易价格变化 企业速报值为8.6% 与消费者物价指数存在极大距离 意味着许多企业不敢涨价 虽然企业有调价的权利 然而客人也有聚买的自由 当价钱得不到消费者认同 商品自然乏人问津 不止消费端 整个产业链也是牵一法动全身 商品一层层加价 就怕把客人吓跑 下游通路拒绝承担上游生产成本 而制造商也怕合作告吹 只能说服自己薄利多销 但是日元一摔再摔 又遇上原物料疯狂涨价 企业劳工都无奈着 这样的苦日子到底还要再逞多久 几日新闻中报道 来看新的医学科技 美国西雅图有一个工厂 每个月能够生产25万个航太零件 最特殊的是工厂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视听帐 但是他们获得全辈式的科技 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环境 所以有的人一做 可以做四分之一个试剂 另外还有报道里面 有为帕金森市患者 量身打造的自动走路机 是两个大学生发明的 美国的男性癌症死亡率 第二高的摄护腺癌 出现了新的机器手备疗法 它可以降低副作用 术后恢复的时间也快了很多 9月是全国摄护腺癌关怀院 为的是呼吁大众 关注这号隐形杀手 以美国来说 每8名男性就会有一人 在这一生当中 被诊断出摄护腺癌 但只要及早揪出来 还是有许多治疗选项 动手术就是其一 手术风险可能导致 长期的并发症 影响到生活品质 不过这忧虑 现在被一台全新的 机器手臂逆转 这位秘尿外科医师表示 自己所在的克里弗兰医学中心 已经用着机器人系统 为100多名患者开过刀 优点是能透过单一切口 直接进入到膀胱 不需再绕过腹部 影响到其他器官 不过医师也提醒 这种治疗法并非人人适用 又以程度在尚未扩散到中度侵犯的 摄护腺癌患者效果最佳 而在维吉尼亚州 这两个好朋友还是大学生 已经共同发明了一台 专门辅助走路的自动步行机 因为他们共同的热情所在 就是关怀长者 尤其是帕金森是症的患者 如今这台耗时两年的发明 已经引进当地的医疗设施 供帕金森是症的患者试用 并得到不错的反馈 至于在西雅图这间非营利组织 打从1918年 就在帮有需要的人训练工作技能 如今从操作机器到手体零件 手脚迅速又俐落 难以看出这间工厂的员工 不少是视听障碍者 虽然这位59岁的龙芒机械师 罗密许需要透过口译员 才能跟外界沟通 但这已经是他在这任职的 第25个年头 因为工厂里的设备 通通量身打造 包括声音指引器 有放大进功能的电脑萤幕 以及基本的点字 不只罗密许 在这工作的视障员工 是整个密西西比和以西最多 龙芒员工数则是全美之最 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 全美有70%的视障龙芒人士 处在实业状态 今天我们在海洋工厂里做到250,000个工厂 我们的负责是99.9% 我们是负责的负责人 但他们不只为飞机制造龙头 波音这样的长期客户服务 还供应办公用品 甚至是美军在使用的工具 另外这位市长员工波特 就在工厂的协助下 顺利完成围棋四年的训练 让他成为该地区第一位 达到师傅等级的机械师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在科技进步和友好的环境下 未来的路却很明亮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来看一个消息 被称为葡萄界爱马仕的日本摄乡葡萄 过去一串在大陆会卖到400块钱人民币 今年不到50块 种苗在2016年被人擅自带到中国后 现在中国大陆种摄乡葡萄的面积 是日本的30倍 对此日本官方指出 这对日本造成了每年100亿日元 相当每年台币破21亿的损失 目前日本政府还在拟定新政策 严防新品种的农产品种的种苗 再度非法外流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